你应该怎么做,才能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有所长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丰子曰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苦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 传不习呼 出自于《论语学耳篇》第四章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插播一段冷知识 只要是有学过白居易的那首《词污夜题》 想必就会对这位人物既熟悉又陌生吧 里面有这么一句 《词污复词污》 污中之增身 增身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位人物 他是孔子的一位得意门生 是春秋鲁南五成人 普遍上我们都称呼他为增子 在孔子众多弟子里呢 他是属于年纪较小的一位 但是也千万不要因此小看他哦 他在古代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二十四孝故事里的《词污痛心》的孝子 指的正是他 除此之外 他还特别勤奋 乐于学习 而且也非常注意修身 提倡《无日三省无身》 我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诶 到底什么是三省无身呢 其实啊 这里的三省有两种意思 一是从三个方面检查 另一个意思呢 就是多次的检查 其实啊 在古代 动作性的动词加上数字 代表的是动作频率多 所以《三省无身》也未必只有三次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述说 《三省无身》的故事了 有一天 曾深的同学就问他说 诶 曾深 你是如何培养自己的道德修养的呢 曾深回答道 我每天会反省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 为人谋而不忠谱 我今天是否有尽心地替人家谋虑办事 这里的中指的是尽心协力的意思 中华文化切实不大精深啊 从造字法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中这个字呢 就是把心摆在中间 不偏不倚 尽心协力就是中 那曾深又接着说 第二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我与朋友之间的交往到底够不够诚信 第三 船不习乎 老师教导的道理 我是否有趣思考和实践 只有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我才能安心就寝 这就是三行无声的故事 接着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各位 你认为每天的三行无声重要吗 我认为啊 这很重要 经常反省自己 就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做一次环保 要是每天都能净化自己的心灵 久而久之啊 就知道了言语该如何表达 才能体面又不伤他人 一般情况下 若是让你找出别人的缺点 我相信很快你就能指出来了 但要是让你找出自己的缺点呢 还会那么容易吗 所以啊 反省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品德和道德情操 把自己做得更好 那么在这篇论语当中的 中 信 传习这三个词之间 到底又有什么关联呢 让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怎么解答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伟迟 听了锦衣说的这个三省无声 我发觉其实当我们说到反省 或者内省的时候 其实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人往往都会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过失 而自己的过失呢 一般上是很难去觉察得到的 所以内省或者说反省的功夫就显得特别重要 这里有提到说 正子呢 他每一天做三方面的这个内省 当然 锦衣有提到 这个三省不单只是指 不一定是说指这三方面 他可能是一个概括的一个代表 三省无声 第一呢说为人某 为人某而不忠呢 是说我们办事 我们在学校啊 我们在上班啊 我们在公司团体办事 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 也就是说 尽我们的责任 可是现在我们先不要说尽心尽力了 我们办事情 我们帮助人家做事 我们有没有丧心 但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去替别人办事的时候 就好像是 漫漫糊糊糊 吵吵衰衰衰的 可是办到自己 跟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的时候 就特别的去卖力 特别的用心 这个就叫什么呢 功与师的分别 然后下来是说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也就是说我们跟朋友相处呢 最重要是这个 信实相待 也就是说 我们不欺骗朋友 更重要的是 因为不欺骗朋友 所以我们不欺骗自己 也就是说 欺人者必自欺 我们不欺人 我们自然就不会自欺 所以综合了这两点 这个锦仪里面有提到的这个问题说 这个为人某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而不惜乎 他之间跟这些学习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知道 当我们做事情 尽心尽力尽责 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当我们与朋友相处 我们不骗人也不欺几 当我们有这样纯心的时候呢 这些态度这样的纯心呢 其实它就是我们一种 学习的一个基础 一个学习的路门 更重要的 最后还有提到 传不习乎 如果我们要去准备要教别人 跟别人说教呢 我们自己有没有首先先把这些道理把它 温固而知心 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把它 消化 没有把它融会贯通 而贸贸然去教人呢 这就跟论语的另一章经文说的一样 这个叫做 道听徒说而已 所以这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所以这三个点 听起来 挺普通 可是做起来呢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如果能够学真身 学真子那样的 好好的做一个内心 好好的反省 我相信呢 这对我们本身的修学 对我们这个为人处事呢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一个很好的提升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那今天的《轮语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张伟诗 我是湘景怡 乐呼与您快乐共学如语 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Quem的别人 我们下期见 这就是国内心态 他们下期见 我是湘景态 我们下期见 也就在这个地方